新北市的新住民有十万多人 那占全台湾的新住民大概五分之一 新北市为全台新住民最多的城市 有不熟悉语言和生活文化差异 也可能因为不了解台湾法庭规定 造成权益受损 因此新北市政府与内政部合作 成立法律咨询律师培训方 提供新住民法律咨询服务 让来自他乡的新住民朋友 能够感受到在地的温暖 那现在就发现新住民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们如何的做好新住民的服务工作 尤其是法律咨询上面 那我们今天非常 我们法治局也特别请移民署来 请内政部也来 我们大家表达对新住民的关心跟重视 那也谢谢我们各位大律师 要来服务新住民 这也是未来很重要的课题 新住民法律咨询律师培训方 数十名律师起聚一堂 藉由入出国籍移民法 国籍法等课程 探讨新住民最常遇到的法律问题 未来能够提供新住民法律上的相关咨询 移民署在去年 也针对所谓的新住民的法律咨询部分 也邀请了相关部会一起来开会 包含民间团体 所以今年的计划 会有我们现在新住民辅导基金 新住民基金 申请专案的经费 做好新住民 法律诉讼前的一些经费的补助 律师进行相关培训课程后 能帮助新住民朋友 4月2日起 新住民法律咨询服务柜台 协助他们解决生活上遇到的法律纠纷 让新北市成为友善的新住民之都 中家新闻林立如 吴亮贤 板桥报导 爆炸 破炸 中文 放炸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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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